幽类贸易战冲击全球经济,市场避险情绪高涨,加上美国减息预期升温,削弱美元资产吸引力,避险资金勇往日元及黄金,日元周一三日再升0.2%,对每美元高见108.07.6个月新高,每百日元高见7.254港元。 现货金亦涨1.02%,至每安市1318.82美元。 创两个月新高,由于贸易冲突可能持续一段时间,不少市场人士看好日元和黄金可进一步上升。 事实上,除着国际贸易紧张关系升级,单是5月份,日元和黄金以分别类涨2.81%和1.71%。 渣打分析员日前表示,若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,避险货币将受惠,日元对每美元或升至100水平。 野村综合研究所主管经济学家木内登英早于4月份更曾预期。 若日美贸易谈判进展不顺利且经济滑波,日元对每美元会价今年内恐直迫90关。 即每百日元对港元会涨至8.66。 当日元对每美元升至108或以上。 预料日本投资者会吸纳美元,因而限制日元升势。 但日本周出勞的经济数据,包括美国制造业数据失息,日元对每美元可能升至106.5水平。 艾德证券期货首席投资策略施劳楚人亦预计。 若贸战情况急转值下,日元对美元最快月内会冲上去年初高位104.50。 若一旦升穿此水平,日元将更有排升。 不过若市场指示维持目前悲观情绪。 估计日元要到7月才会触及该104水平。 而若后市为曼雄。 则日元会持至今年下半年才会升至该水平。 他建议短期要到日本旅游的港人。 现时也而唱定现伯。 想短炒的投资者。 他建议可考虑交叉盘。 因美元近期也受避险资金买入。 只买日元升幅。 及不想买入日元。 顾空欧元、英镑、商品货币等交叉盘。 利差交易多牵涉日元买卖。 所以当市况转世时。 一般有较多资金停泊日元。 令日元炒上。 然而日本经济没有实质支撑。 认为日元对美元短期难升穿107水平。 专家,短炒期货买金条。 除了日元受注目外。 黄金作为避险资产近期亦被看好。 金价短期内有可能从上会安市1350至1360美元。 英皇期货营业部总裁叶佩兰同样预期金价。 短线有望升至每安市1350美元。 因最近金价多番破位。 且6月份黄金ETF出现资金正流入。 他建议投资者可考虑短炒期金。 或买金条作长线投资。 但卢楚人认为,日元比黄金更直播。 佳因若中美贸易战继续恶化。 基本金属和商品价格会被拖累。 连带黄金也会受影响。 至于同属传统避险货币的美元。 金回却相对失息。 艾德证券期货董事总经理陈建豪解释。 佳因美国位于贸易战的风眼。 投资者担心美国经济转差。 预计美元会继续有波幅。 无升幅。 美汇指数将徘徊95-98.3水平。 所以不建议追入美元。 减息预期升温美元远。 美元偏远。 欧元周一最多升0.37%。 至69.64美先。 亚洲货币普遍做好。 韩环对每美元收报1182.16。 升0.73。 印度努比和菲律宾披索分别最多升0.73和0.57。 美元没有受到避险需求支持。 另一个原因是美国联储局减息预期升温。 利率期货显示。 联储局9月底前很大机会减息。 摩根大通现时预期联储局今年会减息两次。 有别于原本估计美息会维持不变值至明年底的预测。 券商更将联储局9月在减息三次视为基本预测。 相关机会率上调至55至60%。 大行股美债息见1.75厘。 联储局可能减息。 利好美债前景。 摩通将与债价走势。 背持的10年期美债知息年底预测。 由原本的2.45厘削至1.75厘。 10年期美债知息周一跌跌2.0693厘。 在创2017年9月以来新低。 与此同时, 多地央行军面对减息压力。 澳洲和印度央行本周军料会宣布减息。 与此同时,